昨天随着湖南岳阳的成灵机客运码头岸电项目正式通电 长江干线湖南段实现了港口岸电的全覆盖 春运期间新建的岸电设施让成灵机客运码头里停靠的船舶用上了清洁能源 告别柴油发动机的尾气和噪声污染 为了解决船岸距离大的问题 这套岸电桩设置在客轮旁边的顿船上 连接着岸上的独立供电系统 可以同时为四艘客运船舶供电 船员用手机扫码就能实时掌握整艘船的用电情况 陈宁机客运码头岸电项目的建成 意味着长江湖南段专业化码头都配置上岸电装置 今后所有作业传播靠岸都将使用上清洁能源 目前长江干线湖南段的八个港口和58个茅地 已经实现岸电全覆盖 可同时未超过200艘客户船舶接入岸电 预计每年可实现替代电量718.4万千瓦时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22.6吨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改善长江生态环境 改善文移则 319.5吨 319.5吨 419.7吨 619.1吨 519.7吨